《新约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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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 大家好 我是林彬 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我是芷珊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 我们先看三章的一和二节 希伯来书三章一至二节 同蒙天照的圣洁弟兄我 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 为大祭司的耶稣 他为那切立他的尽忠 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 希伯来书的作者 由摩西的侍奉去思想耶稣 用使者和大祭司这两个职份 为他们做比较 使者是奉差遣的人 有仕途的意思 子珊你认为摩西有没有这个身份呢? 应该是有的 摩西受神的差遣 代表神向以色列人宣告神的眷顾和拯救 见证神的大能 并且靠着神所赐的能力和权并 向他的同胞传递神的信息 所以摩西是神的使者 除了希伯来书以外 在新约圣经 从来都没有用神的使者 来称呼主耶稣 希伯来书的作者之所以这样做 是要令到犹太基督徒明白 摩西传神的应许 传神的约和律法 的确是忠心的使者 至于主耶稣 他向世人宣告神的慈爱 将神的启示完全晓语 所以比摩西所得到的启示更加完全 至于大祭司 由旧约圣经我们看到 摩西在神的面前为同胞代讨代求 而当神立定和祭司有关的律法 他就按照神的旨意 立他的兄弟阿伦做大祭司 代表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 献赎罪祭和平安祭 神也藉着祭司这个制度 启示救恩的应许 三章二节 引用《旧约圣经》的文数记十二章七节 自信摩西的侍奉和主耶稣一样 是向神传言尽忠 这两节经文在表面上 好像说摩西和耶稣是一样 不过他们的本质是有差别的 我们一起看希伯来书的三章三至六节 希伯来书三章三至六节 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 好将建造房屋的 比房屋更专荣 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 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摩西为仆人 在神的全家诚言尽忠 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但基督为儿子 治理神的家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 坚持到底 便是他的家了 摩西是神的使者 虽然没有实陷 但是担当过类似大祭司的职份 他是一个尽心尽力 去侍奉神的好仆人 不过主耶稣很不同 在第六节的经文说 但基督为儿子 治理神的家 摩西绝都没有这样的权柄和地位 希伯来书的作者 藉着这段经文向犹太信徒作出劝勉 如果将相信基督这份可夸的盼望 坚持到底 坚定有信心 得到神应许的救恩 这样就必定会成为神家的一份子 如果犹太人因为摩西所传的 和所做的而看重他 这样他们就应该以更大的信心 去接受和相信神的儿子 即是耶稣基督 好 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的三章七至十四节 希伯来书三章七至十四节 圣灵有话说 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将在旷野惹他发怒 试探他的时候一样 在那里 你们的祖宗是我探我 并且观看我的作为 有四十年之久 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 说 他们心里常常迷糊 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路中起誓 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们 你们要谨慎 免得你们中间 或有人传着不信的恶心 把永生神离弃了 总要趁着还有今日 天天彼此相劝 免得你们中间 有人被罪迷惑 心里就肝硬了 我们若将起初 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经文的第七至第十一节 是引用旧约圣经的诗篇 九十五篇七至十一节 犹太人在每个安息日的黄昏 当在会堂开始崇拜的时候 就会读诗篇九十五篇 所以犹太基督徒 对他应该很熟悉 在《春埃及记》和《文数记》里面有记载 当摩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抗野漂流了四十年 以色列人不断的埋怨 甚至放弃对神的信靠 结果老一辈的人都死在抗野 而摩世也不能进入应许之地 在摩世的年代 不可进入安息 就是神的子民不能进入迦南这一块应许之地 希伯来书的作者 用这个教训来比喻基督的救恩 如果你是当年的犹太基督徒 你会怎样理解这个信息呢? 我会接受希伯来书作者的劝语 无必要谨慎 以免学当年的祖先那样 因为不信从和不信靠神 失去了领受主耶稣 藉着救恩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福分 摩世时代的安息 是指嘉南这一块安身立命 有神同在的平安之地 如今的安息 是指神藉着基督成就永生的救恩 这个实在是更大的应许 如果信徒对信靠信服 这个应许三心两意 就会失去尚好的福气 好 我们继续看十五至第十九节 希伯来书三章十五至十九节 经上说 你们今天若听他的话 就不可硬着心 像惹他发露的日子一样 那时听见他话 惹他发露的是谁呢 岂不是跟着摩西 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 神四十年之久 又厌烦谁呢 岂不是那些犯罪 私手倒在旷野的人吗 又向谁起誓 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 岂不是向哪些不信从的人吗 这样看来 他们不能进入安息 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第十五节 基本上是重复上面 第七和第八节的经文 很明显 作者很重视这个警告 再次提醒信徒 应该在今天就有所改变 听基督的说话 不要像他们的祖先那样 因为叛逆而惹神发露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神在旧约 藉着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应许 和在新约主耶稣所启示的福音 基本上是一样的 都是神所赐的恩典 人是要凭着信心才可以领受的 这段经文不单只教导当时的犹太基督徒 也都提醒我们 要时不时检讨自己的属灵生命 我们有没有硬着心肠呢 我们有没有惹神发露呢 有没有令到神觉得厌烦呢 我们是不是一些 不信主的所谓基督徒呢 如果我们不是全心相信的话 就等于拒绝救恩的功效 又怎样能领受神更美好 更丰富和更原备的恩典呢 我对这段经文还有一个感受 作者一方面警告那些 在信心上动摇的犹太基督徒 而另一方面 也都安慰那些坚信神应许的人 只要信就一定能够进入安息 只要信就一定会有所得着 只要信神的应许就必定会成就 今集的查经 我们就停在这里 在下一集 我们会开始查希伯来书的第四章 顶姐妹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下一集 针带 连 Twor 进一楼 幻崇 进一楼 十尤